音楽 诶 诶 语香 语香 语香喔 fade 看看小儿科医生来看过了 宝宝没什么问题 然後黃膽再繼續追蹤 然後我媽要去餵內內了 Good morning 又是嶄新的一天 昨天呢帶Cody出去玩了一整天 她晚上睡超級好 一路呢從晚上10點 就睡睡睡睡到今天快要10點 12個小時 果然有出去跑有差 而且昨天曬太陽 曬太陽感覺也會讓小朋友比較容易累吧 那今天呢我們要來做一件特別的事情 是我們上一胎沒有做的 媽媽又要來畫畫了 我要來揮好一幅鳳凰奧義圖 開玩笑的開玩笑的 好的因為上一胎呢 我們沒有做胎盤唾液 這一次也想說把它做起來這樣 不然生完之後 我們就馬上就做唾液了 你要看這個嗎 現在嗎 我的天啊 稍微 但我現在拍我到時候不是要去 我現在不看了 我到時候還不是要看 對 都是要看 然後可以先放上去一個比較隨便的 然後第一次 它只能看起來就紅了 這樣嗎 好 快喝 這樣嗎 這樣嗎 好 可以 這樣可以喝嗎 不用 這樣嗎 這樣嗎 好像乾這樣 可以這樣可以 因為我們到時候會這樣畫畫 那我們拖映沒有加任何顏料 我們就是用媽媽的血水 紅色的 真的是血喔 乾了之後還會黏黏的那種 你看媽媽決定今天走的風格就是文青峰 文青峰 因為最近可能住這間被影響到了風格大便有沒有 我們來找個文青峰來畫一幅潑墨山水畫之類的 所以今天不畫迪士尼 今天沒有迪士尼 今天就是畫 今天認真的 來認真的 今天來認真的 好 認真來亂的 那就看你功力了 說實話媽媽本人並沒有畫過這種畫 我只是突然間想到 因為媽媽想要保留那個胎盤的原色 所以決定就是拿墨水來點綴就好了 OK 就來試試看到底 成品會怎麼樣吧 這就是我們那天剛生完 馬上就拖映起來了 那我們已經風乾大概一個禮拜了 它現在有點稍微皺皺的 因為它是血 是軒子的關係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你們想要拖映的話 可以買軒子 那軒子的話 一分有好幾張 看你要拖映幾個都可以 那我們只有拖映一個 所以媽媽只有一次 一次機會 只要一撞 OK 一撞 有嗎 有想法嗎 有啦 有一點齁 有 只是 不知道畫出來 會不會跟心裡想的一樣就是 因為其實很多人在畫這個啊 他會把它畫成一個生命樹 因為這是一個生命的起源 然後它又長得很像一個樹 下面有樹幹啊 然後上面有一些樹葉 我們想說其實很多人都畫過樹了 所以媽媽要來一點 不一樣的感覺 不一樣 尚精特別 對 看是成還是敗 就靠這個 看有沒有假的 好或壞都是一個紀念 都是一個 都是一個 我們的東西 反正 不管怎麼樣 都是媽媽畫的 OK 既然要畫山水畫 我們準備的東西呢 當然就是 毛筆 毛筆 還有墨水汁 墨水 墨水汁 墨汁 墨汁 你知道太久沒有用這個東西了 這是小時候在用 你小時候有學這個嗎 我小時候 毛筆字超醜 醜 醜到我媽說 你就給我拿鉛筆拿毛筆的字去寫 你給我用畫的要畫出來 所以造就了我今天可能很會畫畫的原因 就是這樣 真的喔 真的要感謝媽媽 對 感謝媽媽 因為我當時小時候真的是毛筆字寫得太醜 因為不是要這樣拿嘛對不對 然後我就是拿 然後就一直插一直插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就抖得歪七扭八的 然後我媽就叫我這樣拿 然後慢慢去畫那個邊邊 先把邊框畫出來然後把它塗滿 嗯 I don't know maybe 好啦 那很簡單 媽媽今天準備了三種毛筆 就分別是 怎麼把不出來 大中小 各一個size 大中小凱都各買了一支 原來血乾掉是這個顏色 有點咖啡色 不是鮮紅色 不是 滿黯淡的感覺 因為它好像會氧化 對 血液也會氧化 好險沒有臭臭的 臭臭的就 臭臭的就臭臭 還有聞 沒有 沒有臭臭 沒有血腥的味道 沒有 一點血腥味都沒有 血乾的味道 好了那正如大家所知 毛筆就是要先用熱水把它泡開 才能來血啦 好了媽媽要 顫抖的蝦皮了 媽媽揮好時間 對 怎麼突然間好緊張喔 不知道從何下手 對阿 這不能打草稿耶 毀了就毀囉 那我要很gaybody的 拿那個毛筆嘛 描筆 來襲一下 李可 你給我看 你來了 我記得 TAKA 封門 最後變鉛筆 我覺得你很像是拿原子筆在拿毛筆畫 用餅乾淨 在你的橘子中 用餅乾淨 可以做到中央的方案 用餅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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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比蚊子再漂亮一點的 苍蝇 比蚊子再優雅一點的 蜻蜓啦 蜻蜓 我知道是蜻蜓之後發現好像蠻可愛 但是在知道蜻蜓之前 蜻蜓啊 我本來想畫青蛙的 可是我覺得牠在飛的話畫蜻蜓比較好 插一個字插一個 媽咪 好了 妳完成了嗎 媽媽畫好了就這樣了 媽咪 你看得出來嗎 下好離手了嗎 下好離手了就這樣了 媽媽決定不掙扎 在掙扎感覺就是越描越黑 越補越糟 對越補越糟 那妳拿妳的作品 最新的作品給大家看一下吧 好請稍等我 我再刻一補一品 我刻一補一品 好 我放下 媽媽完成了 Yo 媽媽跟大家介紹一下妳最新的畫作 這面看也不錯耶 那我們看這面好了 看背面 背面因為牠的墨汁還沒有那麼多 所以反而顯現得更好 對就是更一個提現的感覺 媽媽心裡想的其實是這樣子的 大家一般都會想到生命術是一種成長過程 但媽媽想到的是蓮花睡蓮 因為大家蓮花都是出淤泥而不染 就是表示牠還是一個保持本心的一個花 就是不管這個世界再怎麼混濁肮脹 牠都可以保持一顆乾淨的心 之後當她問起媽媽為什麼要花這個睡蓮或蓮花的時候 媽媽就可以有這一番的解釋 這樣牠就會更心靈神會說 我一定要做好自己 好 那我們再看細一點好了 上面這個是蜻蜓 蜻蜓點綴 嗯 OK 好 對 然後這是另外一片葉子 或者是牠也是一個荷花 所以媽媽有幫牠加一些陰影在下面 好啦 我只能說每個人各有所長 妳還是不太適合畫這種山水畫 妳畫卡通圖案還不錯 第一次畫嘛 我第一次畫 OKOK 再接再厲啊 對啊 再接再厲 下一個胎盤會畫更好的 如果有下一個胎盤的話 我覺得還不錯啊 不錯不錯 出事提升你知道嗎 沒有畫過這種東西 然後水墨畫感覺它的重點 就會著重在於線條跟那個深淺 因為你只有墨水 你只有墨水 所以你要自己去調配那個水量 我覺得這好像還不錯 好怎麼樣 Cody 媽媽畫得如何 可以嗎 可以嗎 有出於你而不然的感覺嗎 還OK OK好啦 這就是我們第二胎 終於畫到的胎盤錯印 好可愛喔 期待下次媽媽的手作挑戰 好喔 那今天的影片到這邊如果喜歡 影片的話記得訂閱分享按讚喔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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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看見看 這邊的影片 我的影片 很多影片 我會做影片 我把影片給大家看 直接畫到這邊 有抽屜 好可愛喔 走 你在那邊 麻烦让你换个人开一盘 等着再见